你什么样的生态位 就决定谁吃你 你吃谁 目前我们分四个生态位 第一个生态位 靠出卖体力赚钱 农民工 工厂打螺丝的工人 跑滴滴的 送外卖的 一切靠体力活赚钱的人 都是最低级别的生态位 他们组成了这个世界 80%的劳苦大众 他们赚的就是血汗钱 劳动最光荣 说的就是他们 他们的最大问题是 时间有限 体力有限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力衰减 而面临着老年贫困 他们只要干就有 不干就没有 老了之后 干得少就会变少 所以操劳一生 两手空空 这种人在生态位里边 我们把他叫做 卖身的 他们工作不稳定 收入不稳定 四处奔波 到处打工 医生劳碌 两手空空 见证了太多的人情冷暖 受到了太多的事态炎凉 活得非常辛苦 然后他们没有办法 就开始培养孩子 孩子呀 好好上学吧 可不要像爸爸妈妈这样子 辛苦一辈子呀 你们将来要有一个 好的工作呀 再也不要像我们 面炒黄土背朝天 四处奔波 就喂了一口吃的呀 他的孩子就开始 好好学习了 考上了好大学 当了医生 当了律师 当了教师 实现了阶层的逆袭 他们就到了 人生的第二个生态位 靠出卖自己的技术 和时间来赚钱 他们跟体力劳动者 最大的区别是 靠脑力赚钱 靠技术赚钱 身份的迭代就是 那一双手 曾经是拿铁锹的 现在是拿手术刀的 那一双手 曾经是开拖拉机的 今天变成了锹键盘的 解放了 他的身体不那么劳累了 他们跟体力劳动者 最大的区别就是 工作比较稳定 他们的技术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炉火存经 越老越值钱 这群人 他们就变成了中彩 但是他们有一个 最大的问题 也是时间有限 赚不到更多的钱 有一个人 他学了推拿按摩 假如他的水平比较高 一个小时100块钱 我一下子给了你1万人 这100万 你能赚到手里吗 你赚不到手里 因为你的时间有限 你每个小时按一个人 一天赶10个人 1万人干完 你得干三年 你赚不到钱 那怎么办呢 你又进入到第三个生态位 我不能一下子 做1万个人的按摩 但是我能一下子 卖1万条毛巾 我能一下子 卖1万条羽绒服 上升到第三个段位 就不是靠 出卖技术赚钱了 而是靠卖货赚钱 卖货就跟出卖自己的技术 跟自己的体力 有一个质的飞跃 就要解放了自己 不再靠自己的肉身 和自己的双手赚钱了 我手里面有个工具 他妈我哪怕卖个鸡蛋 这个鸡蛋可以多 除了一袋鸡蛋之外的 你身边的人 那些有钱的都是卖货的 马云卖的是平台 认证费卖的是科技 第四个生态位更高了 是卖张的 我在这盖一下 你又可以拥有北京市户口 我在这盖一下 你又能开个加油站 但一般人达不到这个段位 你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生态位 然后你就看你在哪 所以普通人家的普通孩子 只有卖货才能够有一线升级 你看看你有别的方法吗 你身边那些有钱的人 哪个不是做生意起家的 要不卖东西起家的